我们一样 六道轮回 天道 人道 修罗道 第一轨道出生 我们投胎做人 那是我们最能够影响世界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在三恶道很痛苦 你在天道 人道 你在享受快乐 你不会想要去真正去体悟众生的苦 那我们现在就像那个花一样 这个是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难得投胎做人 而且还在修学佛法 特别在边地 欧洲算边地 边地就是说他离佛法 好像佛法在这边不流行 然后在这种边地里面 要修行佛法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修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隔西经常 有住在荷兰的隔西 相会有住在荷兰的法师 学佛的人 各位在修行上面有一些问题 可以问问他们的经验 这个经验很重要 你本来胃痛 现在胃好了 这个经验很重要 人家问你为什么会好 不再骂我老公了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重要 看医生大家都会看 当然看医生是个住院 医生可以帮助你物理性的 但是这个胃痛的因 来自于这种对事情的不满 跟忧伤 这佛经想得很好 你这个人爱骂人 脾气到了心脏有问题 你这个人生憋气了 生气放在心里了 忍了 你肺部会有问题 你这个人贪心很强的 肾脏会有问题 贪到一个阶段 血液有问题 变成血管有问题 你这个人傲慢的 膝盖骨头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的心态 就一直在影响了你的身体 你的心态也一直影响了 你的命运 就像不会香的花 臭的花一样 这个我们看到就不舒服 闻到了不舒服 所以那你去影响世界怎么样 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一直影响你 所以我必须 我们永远要记住一下 来 互相影响 互相依存 互相有因缘 没有单独存在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希望健康 那你多帮助别人健康 多心里祈愿别人健康 就像前面是火车站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看到老人希望他健康 看到坐轮椅了 希望他更健康 看到他们拿着背包 希望他们不要太重 他们跑来跑来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可以圆满他们的血液 不管他在想什么 特别你看到病人 你就一直希望病人赶快好起来 那你就很健康 你这个力量 可以帮助更多人健康 因为你是让别人健康的力量 一直在你内心 什么叫善呢 善就是习惯那种心态叫善 习惯慈悲叫慈悲禅 习惯空性叫智慧的禅 禅定 它就让你的心态保持在一个 你认为这样是最好的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 我怕各位坐太久 脚会酸 但是修禅的人 他就故意让脚酸酸的 但是如何在脚酸酸的麻的过程 他心态还是在保持一个正确的念头 各位这个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哪一天 老啊生病一定的 这谁都要面对了 甚至死亡生老病死 甚至事情变化 这是一定的 但是你的心不能接受事情的变化 你的心态不能够接受身体的变化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要禅 禅就是让你专心 现在你在想慈悲 就像各位晚上两三点还睡不着 因为你在想了一件事情 明明你想要睡觉 但是因为你的念头一直在想那个事情 所以你会睡不着 如果你能够放下 放下 那你就会进入睡觉了 那禅有一点类似这样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去想 是正面的 不要被负面的拉住 所以说医生说你可能三个月以后要开刀 这下你就惨了 你想开刀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你很担心 你就会 你的病会发作得更快 但是传到桥头自然子 我们中国人讲了 以其我要三个月开刀 好在还三个月 我利用这三个月去放生 去帮助老人 去布施药 去念药事经 而且保持 因为相信佛法的所有病来自于你的心态 烦恼 你的心态烦恼的行为 造成了这个病 所以我现在三个月少吃一点肉 对爸爸妈妈孝顺一点 也喂一点食物 给海鸥给鸽子吃 一点点面包 捏一捏 让它沉下去 给那些河里面的鱼吃 你现在开始 开始去修行 因为你已经在 念一下 自我疗愈 人可以自己帮助自己的 特别身体 那你现在就开始自我疗愈 疗愈到三个月以后 去医生那边检查 医生说 你那个白点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了 你还可以教医生的 因为佛教的方法 太多太多这些方法 所以我认为各位 你一定要自己有这个经验 不但你可以帮助自己 你还可以帮助别人 像我一样 我被判断有三次癌细胞 三次 但是我想他们是好心 不见得是癌细胞 只是他们认为 反正你就开刀就对了 师父 为了众生你要开刀 那眼睛帮我开一刀 还可以忍 给我开完以后 师父这个不是癌细胞 那你 不不不不 那你反正已经帮我割一刀 你干脆两边都割 我就两边都双眼皮 你会给我割一边 然后第二次有给我说 我的不知道是胆还是里面 又有这个问题 一点多公分 然后我们佛教有替身 就是捏面包 忏悔 对不对 这些胆的问题跟脾气有关系 跟急躁有关系 那我们已经开始修了 不会急躁了 现在讲话慢慢 不会骂人了 所以又加上做替身 结果我再去给医生检查 他说现在0.3 现在这个医生 每次都要等我去 给他干露丸 给他这些受还 教他怎么做 他太太都来拜我了 因为他觉得 这个是他的善根 有些医生 你们这个是迷信的 对不对 那有些医生 这个去管用 所以我看那个脸像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医生的脸红红的亮亮 他这个很有善根 那有一医生 像我妈妈开刀 完以后要吃素 那个医生还指定 你把你的儿子叫来 我来骂他 哪有这么不孝顺的 妈妈已经生病了 你还要叫他吃草 要补一点 我这个医生 因为我动用的关系 把这个最好的医生 请来帮我妈妈开刀 结果开完刀以后 说我妈妈要吃素 他很生气 他为什么 我花这么多工 我帮你妈妈种医好了 你让他吃素 他好不了 那我开刀干嘛 他要骂我 所以我就说 那个医生 是我妈妈的冤亲在主 但是我哥哥一定要给他医 给他医我妈妈就是病的药 我移到别的医生就好 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连医生跟你是结善缘还是结二缘的都很重要 那这些你一定要有一点观察力 有一点观察力 所以很明显 所以很明显我妈妈到那个医院就没办法睡觉 就叫到天下像琢磨一样 我妈妈移到别的医院以后 可以睡觉了 不用吃那个药了 所以因为 所以人要结善缘 但是往往在气势比较不好的时候 当你最近没有在修行 你所去找的人都是要来讨你债的 要报你仇的 这样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心态调整了以后 我原谅对方 我不再生气 我生悲 你后面碰的都是好人好事 所以我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 这个佛法 这个禅 它就是希望你能够专心的 专心叫禅 由禅进入智慧的思维 了解空性 消除探生痴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叫禅定 波勒智慧 但是首先你要专心 专心 然后你才能够看清楚 那你要得到一个专心 而且这个专心是一个正确的专心 你要首先你要持戒 所以佛教叫戒定会 打坐人很多 各种宗教都在打坐 但是如果他的知见没那么正确 我打坐 但是我讨厌某一个宗教 我打坐有私人的一些 我这个人还是会想要去打仗 就像那一天 我看到报纸 很多警察在打坐 当然警察打坐是可以定一下 但是你要跟他讲动机要正确 你不是打坐以后 你可以去打 打这些强盗 你可以打得很准 你要想说 你打坐 目的是希望 你有这个爱心悲心 让犯人会去造恶业 你要保护他 而不是要惩罚他 保护好人 也保护所谓要造恶业的人 你要用爱去感化他 所以我来打坐 可以 如果你动机不对 你来打坐 可能会发生问题 甚至你有这些鬼神通 有魔的神通 那你这下就完了 所以各位也看到很多人有神通 他就不会修行 我有神通 我比你还厉害 所以他就不想要修行 有神通又怎么样 还不是在生老病死 所以我昨天看了很多 昨天我刚好看到一个片子 看到其他宗教 很好 我这个人生病 神的力量可以让你的病好起来 赞叹神 这个也是一个帮助别人的方法 但是 究竟来讲 这个人好起来了 他又开始去造恶业 最后又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不究竟 并不是说医不好 而是真正的究竟 不在身体一辈子健康 而是你能够解脱轮回 或是你有一颗圆满的心 没有负面的贪啊 撑啊 吃 你的心只有佛的心 要慈悲啊 帮助众生啊 智慧啊 因为心态决定命运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一定要养成一个 万 我认为住在荷兰 他们这边静静静静的 水也很多 阳光也灿烂 人也蛮柔和的 那各位你就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边享受这种安静 不然最后还不是死啊 这个安静 是希望你能够为自己 为整个 所谓众生 让他们得到一个永恒的安静 大涅槃 我们叫涅槃极静 这个涅槃极静就是 心永远的平静 没有痛苦 而且心很平静 反光 就像镜子越亮 他能够照亮这个世界 佛教的所谓 大乘的涅槃跟解脱道的涅槃不一样 解脱道的涅槃是 我不要来轮回的 叫阿罗汉 我不要轮回 轮回很痛苦的 那大乘的涅槃呢 他是 我变成佛的心 我要让所有的众生 都脱离痛苦 但是他内心很平静 但是行为很认真 很细心 很细心 就像你要拯救 整个荷兰这个国家 荷兰国家是有好的 我们要推出去 荷兰国家的负面的 这边依然有杀生 昨天我们叫一条河 叫鳗鱼河 有人在杀鳗鱼 所以有人在生病 荷兰一定有人安乐死了 或是车祸 或是过去战争死亡的 那我要如何帮助 荷兰所有负面的事情 转为正面 在痛苦的变成快乐 那你要达到这样 你会有一个 有一个寂静的心态 你才能够发挥 真正的力量 帮助对方 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 叫菩提心 愿帮助众生 愿成佛的心 但是这个菩提心 那你必须要有绝对的空性 金刚般若波罗蜜多 所以大秤的空性 跟解脱道的空性 完全不一样 大秤的空就是 没有自私 不为自己 什么叫大秤 一切为对方 一切为众生 各位要注意 哪一天你出家了 经营道场 我希望我道场 越盖越好 信徒越来越多 这也不是慈悲 因为你还有一个 我希望我的道场好 那空性的意思是 我希望天主教 基督教 各种宗教 都能够 先得到他们的快乐 经济不能能够得到救济 你要把他们的事 成为你的责任 这叫大秤 不能责 关心自己 所以永远要记住 比如说各位 你开始修大秤佛教 你一切